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他说以色列现在是高峰 近高峰 他一天最多一天是三万多 大概创纪录 今天是星期六 他三万多大概是星期二 星期三左右 连续两天 创纪录三万多 他的细分我没有太追细节了 因为我个人觉得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因为他都打第四阵了 他阳了 那我们开玩笑了 你说是不是他不打阵不阳 打完阵就阳了 有人说那你没证据 OK 那你反驳我有证据吗 你反驳我有证据吗 我不开玩笑 对不对 那以色列多少人打阵了 他现在创高峰 他还在统计说是打阵的 跟没打阵占多少 怎么这么笨蛋呢 我觉得怎么这么笨蛋呢 打阵给自己都快打死了 还打死扛着 你就是个笑话 这些人活着就是个笑话 对人而言 因为你没有任何尊严 所以我刚才提的问题很简单 你说他不打第四阵是不是没事 有人说不一定 那你证明我这样的推断 我推断有什么过错 明天你放屁不放屁算不算推断 不开玩笑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绝对没有结果的问题 但是你说他没有结果吧 咱们就俩再看一个 澳大利亚南威尔士州 两倍的打阵的住院人数超过了没打阵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